就在这个月4号 伊索比亚联邦政府宣布战争动员 将大批的联邦军队开往北方 镇压早些宣布独立的提格雷州独立政府 目前当地已经被中央 牵了网路以及电话等对外联络的管道 根据领国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奈民署的资料 至少有6000多位奈民涌进苏丹的领土 而这位不顾国际呼吁执意强硬派兵的伊索比亚总理 竟然是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大家好我是百灵国news的凯莉 欢迎收看本周的人物放大镜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位伊索比亚的现任总理 阿比阿迈德阿里 阿比出生于1976年 父亲是一位穆斯林 而母亲是一位基督徒 能追溯他早年经历的资料 就跟当年伊索比亚的证据一样 十分混乱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在15岁左右就加入了对抗当时政府的武装组织 1991年由苏联支持的社会主义伊索比亚临时军政府 被武装的伊索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给推翻了 阿比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过渡政府的军队 到了1993年正式成为伊索比亚国防军 主要负责情报相关的工作 他也曾经在卢安达大屠杀爆发时 加入派往卢安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还曾经参与伊索比亚和厄力垂亚的战事 负责领导潜入厄力垂亚军队侦查的间谍小组 根据BBC的报道 到了2010年阿比才开始走上政治这条路 加入了伊索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所属的 奥罗默人民民主组织 也就是后来的奥罗默民主党 还选上了国会人民代表院 也就是下议院的国会议员 阿比在担任议员这个期间 协调了许多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流血冲突 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宗教和平论坛的对话平台 2015年阿比开始兼任伊索比亚的科技部长 隔年又兼任了首都所在的奥罗米亚州的副州长 同时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求学生涯 从学士一路念到博士 完全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阿比在奥罗米亚州的政绩非常漂亮 他的都市发展计划带动了许多经济和土地改革 协助历经内战的难民开始新的生活 也不断的在协调人民之间 还有种族宗教之间的问题 于是在2008年当时的总理哈勒马利恩戴沙略 受到人民的反对自行辞职之后 阿比就被国会推举为新一任的总理 从此伊索比亚甚至是整个东非 都吹起了一股阿比旋风 阿比旋风听起来 有没有很像这个台湾传统 技能饮料大流行的时代呢 嗯好像陷落年纪了 不过正是因为阿比在担任总理至今的之战起见 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开放改革 让他受到广大的支持 他推动了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大量的增加国内基础建设 开放党禁 以及释放了许多的政治犯 解雇了许多有争议的政府官员 还取消了媒体的禁令 让伊索比亚政治一度成为周边各国的典范 简直就是东非李登辉 而其中最让全世界称道的就是 他在18年上任不久 就马上亲身访问了 和伊索比亚战争20年的邻国厄力垂雅 表示两边要用爱搭桥解决分争 并且签署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协议 阿比也因为这件事情呢 在去年的诺贝尔奖评选中 据传他击败了那位 How dare you 的16岁环保斗士 桑伯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伊索比亚人民的生活离平静 其实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就算解决了厄力垂雅的战争 国内的种族还有宗教纷争 还是难以平息 在阿比上任之前呢 国内只占7%人口的狄格雷族呢 长期霸占许多权力 包括WHO现任的秘书长谭德塞 也是提格雷精英出身 阿比上任的时候呢 大家都非常开心 觉得人口占最多的奥罗莫族 终于扬眉吐气啦 但是阿比依然在上任之后呢 某次的公开演讲中 遭到一名男子的手榴弹攻击 在阿比从军的早期呢 他也曾经苦学提格雷语 就是为了更容易升迁 那为了全国团结 阿比本来打算在今年8月的时候呢 举行国会众议员的大选 但是因为国内纷争还是很严重 又加上疫情的影响 那他决定把大选推迟到2021年 而以前一直掌握权力的 这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就以不满推迟大选为名目 突然发难含着自行选举确认自治 不再承认阿比政府的口号 自行宣布北方的提格雷州独立 而这月4号呢 阿比就派出联邦军队的 镇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说是因为他们突然武装突袭 当地的联邦军基地 自己只是被迫反击 不过解放阵线则是表示了 诶明就是你们这些联邦军 自己投诚我们的好不好 不要乱扣帽子 虽然现在双方是各说各话 不过国际间大多的推测 这个阿比原本应该就有 扫除这些政敌的计划 这是为什么阿比第一个时间 就下令所有提格雷族出身的军人 和警察停职 显示出阿比政权 可能也没有外界推测的这么的稳固 到目前为止呢 从伊索比亚涌进苏丹 东南方国境的难民 已经超过6000多人 据说其中还有30多位 是联邦军的逃兵 因为资讯传不出来 搞得外界也搞不清楚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只能透过零星消息推断 战事可能非常严重 世界各国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多半是劝和不劝离 同时也希望像谭德赛 这样的人物可以出面调停 不过目前看起来 一生都在推动和解的阿比 阿麦德阿里 似乎没有要罢首的意思 那许多人就开始担心 世界上该不会就要多出一位 翁山苏姬2.0了吧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呢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J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 国际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人物放大镜 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